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生活百分百 接下来我们请到华医师的中文助理吴建宙 吴先生 好 吴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很想让您来帮助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接受这样子的治疗 有病人有这些方面的需要 那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我们华人 中国人在美国最大的问题 最害怕的问题就是看病 因为医学方面 其实医学它有很多医学的专有名词 而且每个人多多少少会生病 试试看什么样的病严不严重 所以我们都会很害怕去看医生 因为医生讲什么常常会听不懂 好 那我们在这边因为我们很高兴就是 华医师呢 他中文讲得很好 然后他可以用中文流利的中文跟病人解释各种病情 让病人放心 然后呢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 能够接受华医师的手术 那华医师另外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强调的是微创手术 脊椎微创手术 也就是说将传统的手术的大伤口减低到最小 小到只有一个10每分硬币的大小 就可以达到一般传统手术的效果 那华医师刚刚也有说过 这种微创手术的优点呢实在是很多 微创手术的优点最主要还是都是针对病人 优点是对于病人 也就是他的失血 流血流失的失血很少 然后回复其快 那如果病人有糖尿病的话呢 感染的几率 infection的感染几率又非常非常的低 这个是对病人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但是相对对病人优点的话呢 对医生并不是一个优点 对医生为例 第一个当然就是他要求更高 有特殊的技术特殊的设备 再加上他花的时间很长 因为他的伤口小 不容易处理 而且要很慢很细的手术方式 所以他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对医生来讲并不是一个优点 好像华医师是唯一一个能够讲中文的 做这种手术的医生 搞不好是全美事物 也很少了 应该还是有其他的 但是已经少数了 那真的是我们湾区的观众 也是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医生在这里 那刚才你也讲到 就是说这个手术有很多的优点 那病人来做这样的手术 还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事实上就像华医师说过的 什么样的病人适合什么样的手术 而不是所有病人进来做同样的手术 因为这个就是要靠医生的经验 医生的经验 你医生的经验来看哪一种手术方式适合病人 那病人方面来讲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来选择医生 你跟华医师在一起工作已经蛮久了 从LA就开始 那有多少年了 LA大概三四年 然后来到湾区 华医师来到湾区也四年了 七八年了 有这么久了 是 但您在跟他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也接触了很多他的病人啊 是 那您觉得就是说从病人的眼里 华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华医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然后他很有耐心 那他讲话 你可以看他从他讲话就是 不是很急 相对的 他的做手术的时候也是 也是很仔细 以病人为优先之外呢 他很仔细 帮每个病人当做他的家人看待 来做手术 有的医生手术很快 但是相对的其实 手术快的话他的风险高 对病人不一定是好事 可能太快的情况下 可能清理不干净啊 减压不够彻底啊 甚至有可能某方面太快了 结果伤到神经 但是华医师就是把每个病人 当做他的家人一样 他都很仔细的去做每一个手术 很小心 对病人来讲他是安全的 就是从你的眼里头 你来看吴医师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华医师来讲呢 他虽然是在台湾出生 然后很小的时候过来美国 可是他也是在家里多多少少是讲中文的 他的中文就是能够用中文 然后跟病人沟通 然后跟病人解释这样的病情 能够让病人比较了解 并且能够病人很放心 将手术交给他 那您在这个 就是说在辅助华医师做这些手术的过程当中 对您自己你觉得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跟华医师相处 跟着可以学到他的为人 他的处事方式 有一些医生呢 他有医生的个 尤其是大牌医生 有他大牌医生的个性 是大家要听他的 或者说他不高兴啊 大家害怕他不高兴 但是华医师跟我认识他那么久 他从来没有不高兴过 纵使有时候在医院里面 你知道有时候在医院里面 可能手术耽误啦 还是说医院没有准备好东西 华医师从来也没有抱怨过 也没有怎么样 他就是很耐心的等待 等待 把东西准备好给他这样子 对 这是很难得 是是 他是很特别的医生 跟一般的医生不太一样 就你接触的医生也蛮多的了 是是 您本人就是说 在他的这个辅助工作中 您在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对我来讲 我是在手术室里面协助他 那也就是希望 我也是让他的手术能够 顺利的进行 然后就是每个步骤很顺利 而不是说 那这个东西出了问题 还是说这个 这个器械 这个器械有什么问题 那我也是把 尽量把它降到零 能够让手术很成功 那手术成功 当然就是对病人 就是一个最大的福音 是 是这样的 那您就是给他提供 所有这些需要的 手术的东西 手术的器械 协助他完成 顺利完成这个手术 就是手术那么长 你也跟着去做这个事情 是是是 那病人要见到他 要做这个手术 也会见到吴先生 对不对 没有没有 我只有在手术室里面协助华医师 但是偶尔啦 有时候有一些病人 有需要中文的协助的话 我还是会出现 也会帮助 好 那谢谢吴先生 跟我们来介绍这些信息 好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您的收看